好 我們回來今天的第二段 看到考卷有 在群術裡面點名、碎片、回報、分數 因為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目的是要去推廣更多人的 知道自根的這個知識 哇 100、100、100 好多啊 100、100、100 好 那如果有幾個錯的同學 很簡單你就管這幾個怎麼樣 再確認一下 那剛剛下課的時候 這個感謝雅虎 雅虎這邊 他其實在分享的過程當中 或自己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很多小錯誤啦 好 那我請雅虎 或者其他同學你有看資料的時候 有發現有錯字 因為難免和資料太多了 或者直接把答案改一改 直接上傳給同學這樣最快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不可能做那麼多事 所以你看包含之前這個Power Green 這個都是同學幫忙整理的 就提供原始資料 然後同學不斷地整理 然後不斷地更新這樣子 OK 所以先感謝同學幫忙調整整理 那你調整整理的時候 你可以標紅色 讓大家會特別注意到你調整的地方 好 那再來就是呢 像我們上一節有講到這三個 來自於像Hemi Demi Semi Semi 來這三個都是一半啊 但它來自於不同的一半 因為Hemi是Hat 日本人叫Hambul Demi呢是Middle Semi呢是Six 是變 所以因為你在研究詞語 這非常有趣 因為有一個外國學者講過一句話 他說很多人在研究英文字根詞語的時候 會回去他的母語 就像我們講中文是母語 英文對我們來講是外語 而當我們研究英文這門外語的時候 我們會回來思考我們的母語 也就是本來你可能對 東漢許勝說文解字沒啥興趣 但研究完英文字根之後 你就發現 中文其實也滿多這種字根概念 所以你就會回來對照你的母語 一旦你把母語跟外語 母語跟外語這樣不斷對照之後 你就會開始融會貫通 你就會發現原來講誇張一點 但是這也是事實 達文西說的一句話 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天才達文西 他說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兩件事情之中 之間一定有關聯 只是你看得出來或者看不出來 這個非常有趣 以前我們覺得各自過各自的哪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整個有關係的 再講得抽象一點 心靈課程裡面說 We are all in one 我們全部是一起的 這個比較心靈化一點 需要一些體會 來這裡一聲 Half Half Middle Sex 好 所以如果我們從個人放大一點來講 台灣發生什麼好事 就是我們集體產生的 因為不是個人喔 台灣發生什麼壞事 也是我們集體產生的 很抱歉 事實就是這樣 再擴大一點 亞洲發生什麼好事 就是亞洲這邊幾個國家共同產生的 所以這邊如果有什麼好事 一樣是我們一起創造出來的 好 那再大一點 全世界如果發生什麼災難 也是我們共同創造出來的 也說不是你去刻意製造創造的 但是是你可能怎樣 漠視、無視於某一些事情的存在 於是它就發生了 OK 這比較心靈化一點 好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 這跟我們之前講過那個業力法則有關係 好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提倡正能量 因為就盡量把大家引導比較正向一點 然後再例子 Half Middle Six OK 好 所以回來我們來講資格囉 這個上一集有講 我們再複習一下就好 第一個今天Namino 明義的有明無實的 好 那所以當你 像我剛才聽雅虎講一些東西 我就知道 他已經有花時間去研究了 因為當你會碰到這些問題 表示你已經開始研究到某一個程度 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因為他就是看過看過 就被那個字而已 他不是真的去研究 好 所以真正最高段的記憶方法是怎樣 不用急 就當你開始去研究 所以你現在應該比較熟練對不對 喔 這切開是這樣這樣這樣 喔是這樣 好 那比如說七成如你所料 果然是這個意思 有三成 糟糕 沒有料中沒關係啊 慢慢的就會變成七成五 都有猜中 八成都有猜中 八成五都有猜中 好 所以慢慢的那個能力就會提升 所以那個你的夢想一定會不會實現 重點是你今天去實現了嘛 所以這根一定會被你學會 重點是你今天去學了嘛 就這樣 這麼簡單 所以很有趣 所以這個公益課程其實也滿好玩的 到現在四月底了 五到五月了 其實就是去年底跟Yahoo的 也是早午餐產生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禮拜有收到一封信 我覺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 一個主課的工程師 他說老師 我看了你在YouTube上面公益英語課程 主課工程師 他說幫助很大 但是我在新竹 沒辦法每週上來上課 就請你提供獎益成功 OK 沒問題啊 有典當嘛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說 如果你們公司需要演講 安排時間 我下去演講 就這樣 這非常有趣 好 種子法則 有印象嗎 嗯 我在幹嘛 種種子 遲到有一天 它會長大變數 到底變怎樣 我也不知道 我們經歷就好 那這樣一個是Nominal 好 所以第二個是Innovate Innovat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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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三個混淆啊 來問一下 進滑 滑嗎 因為有人唸 滑 滑還是滑 滑 但是有朋友說都可以 這樣我覺得有點不曉得 該念什麼 OK 好 三個 如果你還不熟 趕快鼓勵一下 第一個來請一下Adopt Adopt Adopt我們用在領養 領養 好 第二個請一下Adapt Adapt叫適應 適應 然後第三個請一下Adapt 叫擅長 擅長 OK 這三個都不一樣喔 領養適應擅長 OBT 好 你又在群組裡幫你們分享 PO一下 好 Adopt Adapt Adapt 三個都不一樣 好 那所以這邊還不斷地適應 不斷地創新 好 下面還請一下Innovation 下面Innovationist Innovative OK OK 七十二 七十三 一起練習一下Numeral Numeral 好 下面The number one Sorry The numeral one The numeral one begins the sequence Sequence 就是第二 哪個字 Second 好 下面有數記 S-E-C-O-N-D S-E-C-O-N-D 好 我那個連結好像還沒給同學 來 立馬 不然待會忘記 就是今天 考試練習在那裡 我們 連結 Google的雲端應該速度會比較飛眼 來順便問一下 這個是求救 如果你有前一陣子看到我的Facebook 因為一月份我們不是去北京上課嗎 北京這個課有30瓶紅酒 卡在北京回不來 因為之前沒有貨運公司說 有辦法把紅酒運來台灣30瓶 五箱還六箱吧 然後後來終於問到一家 台灣的大陸貨運 他們在大陸有分公司 運回來要多少錢呢 五千人民幣 台幣兩萬五 就是那個酒的一半個錢 所以運費太貴了 所以如果有東西有認識 知道如何從大陸運液體的東西回台灣 因為它是問題出在那個液體 液體的東西不好運 如果有東西知道的話 慢慢再告訴我 好 好 今天那個題目跟想解 我都發到群組了 好 下一個再繼續想帶來看看 好 下面一些連結像 Numerary 下面Numerate Numeration Numerator N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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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Number 其實你有這個字干概念有個好處 你到時候學法文 學德文 學西班牙文 學一大利文 Numer 就是Numer 就是這個字根 所以字根會通 剛才雅虎也講到那個法文的 像這個法文的Venir Venir叫做來來來來 各位看一下法文 法文一個來 現在是幾個 現在是六個 英文一個來 現在是一個 看就看 哪個什麼變化 沒有 但是你我他你我我他們 還要過去是 還要過去分子 還要這個進行 還要未來 你看 未來又長不一樣 所以你光被這個動詞變化怎樣 就瘋掉了 就瘋掉了 所以最後我決定去英國念措施就是這樣 快被法文搞瘋了 French is driving me crazy 他快把我搞瘋了 所以我決定放棄 真的是太難 相反而言 英文真的是太簡單了 好 再來一起看一下 叫 叫 anonym anonym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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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無名的 你可以切割 呃 nonymous 是吧 你會發現英傑的切割跟字分的切割是不一樣的 英傑的切割是母音配詞的 但是字分的切割是把它找出來它在哪裡 anonymous anonymous 再來最後一個叫anonymously anonymously anonymously 這個很簡單 就像ly 卷負詞 就這樣 OK 75 一起名字叫operate operate 寫句 the machine the machine is not operating properly 運轉的不算很正常 這個operation 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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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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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跟操作有關 我跟妳講妳可以聯想歌劇哪字 opera opera fantan audio opera 歌劇妹 或者那個保羅 保羅 保羅是英國的一個手機業務員 後來上那個talent show 就是英國的達人秀 結果爆紅出唱片 popos 他唱那個 杜蘭鐸公主 策列未眠 就是嚇死人 後來一個什麼 蘇山大嬸 對 也就是看起來不整 可以唱不得了 來 76 歷史名叫origin origin 歷史名 what was the origin the origin of the quarrel quarrel這個字很有趣 quarrel在詞語字典告訴我們 他是狗叫 狗在叫 所以有一天你經過有人家門口 一隻鱷犬對著你叫 鱷犬怎麼叫啊 水豐 鱷犬怎麼叫 請問鱷犬如果 蛙蛙蛙蛙 那是吉娃娃 你會找吉娃娃來當鱷犬嗎 應該不會 毫無鱷阻之力 對不對 所以應該找到什麼 這種鬥屍犬之類的 所以你看一下 它定詞 鱷犬怎麼叫 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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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講 所以鱷犬定詞 鱷犬這樣講 詞語字典告訴我們 有一個人被狗嚇到 心有不甘 你要嚇回去 鱷犬是 鱷犬這樣講 你要嚇回去 你應該怎麼講 鱷犬 嚇不到它嘛 所以它是 鱷犬 那你等一下鱷犬 而回去嘛 所以結論 這個字 成名詞 鱷犬 就是一個人 跟一隻狗 在對焦 所以下次不要跟人家吵架 因為吵架就是人跟狗對焦 鱷犬 鱷犬 下面一起名詞 Original Original 這個是屬於擬聲字 因為象形只是會以形聲 轉鱷犬 轉鱷犬 轉鱷犬是後來延伸的 真正重要是前面四個 尤其形聲 我們應該講過湯嘛 湯是 Soup Soup 跟喝湯那個 的聲音有關 下面Originality 原創形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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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七七一點也想要 Classified Did you try to pacify Try to pacify the protesters with promises of reform OK 來 pacify 平定 撫慰 講到撫慰我們來補充一個字 對啦 雲仙哥想起來對不對 雲仙為什麼會想起來 對嘛 聽夠多了嘛 對不對 當年 當年在師大的時候 當年好像很久其實也沒有 大概一兩年前吧 對吧 一兩年前我們在師大開過一系列的智慧課 錄影其實也在網站上 你看當年就聽過了 你現在你就會發現 當年聽的一些東西會怎樣 噗 會自己跑出來 這就是累積的字數夠多了 這樣也叫 comfort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因為fur是力量 所以當一個人碰到傷心難過的事 你給他力量 所謂 comfort 心裡得到慰藉 所以這個字 comfort 叫安慰的意思 那後來 comfort 心裡得到力量 就感覺舒服多了 所以這個字本來是講心裡舒服 結果我們現代人來講什麼 椅子坐起來很舒服 床躺起來很舒服 這個我們後來講的比較是享受的 物質的享受 其實它本來是心靈的 以字根來說 那如果你要考多義的話 有一個字叫買得起 這個字一請一下 afford 形容詞 affordable 所以怎樣是買得起呢 買你能力範圍內買得起的東西 你賺多少錢就花多少錢嘛 對不對 量入什麼豬 量入什麼豬 為豬 所以afford affordable 好 來 請看下面第一個叫 pacifist pacifism pacifier pacification 像這種這些字呢 其實我是建議各位 如果你有興趣再去深入研究的話呢 就把它覆蓄然後到海詞 然後就把它前面打進去 然後我就找到了 然後後面呢去掉幾個字 哎呦就發現了 passive passive 對吧 非戰主義 所以剛才下課的時候 雅虎也有問到 所以跟那個調停有另外一個字叫 mediator mediate 我發現現在人會不會嚇死 對啊 手機嚇死 我突然想起來 我剛買那個智慧型手機 我剛買智慧型手機幾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很晚才用智慧型手機 剛買 然後就開車在路上 然後跟我當時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 我認識我老婆才開始用智慧型手機 果然很晚 結果我們買完了就很開心 哇 我有智慧型手機了嘛 然後還沒拿到前面用 然後再放在後座 開車 放在後座 在新莊輔凱那邊 所以邊開車就邊聽到一個 叨叨叨叨叨叨叨 邊開車 而且是晚上你知道嗎 然後聽到一個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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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怎麼說你車子快壞掉了 我們還是怎樣 哒哒哒哒 cohort 就自己直接 手機不知道押到什麼鍵還什麼 然後就一直哒哒哒哒哒曲 那真的不知道會嚇死 半夜晚上九點八點十點 然後你的車都 expenses 哒哒哒 coach 因為負責是空的對不對 就有東西而已 會嚇死 常常是人嚇人嚇死人 好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講和一起練一下 Basification 所以剛才雅虎問的那個Midiaer 那個Midia Midia就是中間啊 他譬如說中人 我來做一個中人 國語可能翻和世老 為什麼叫和世老 因為我們用俄平的手段 我來調停一下 所以你們兩邊談不懂 我來做一個中間人 幫你們做協調 所以那個是強調什麼 中間跟中切有關 所以Midia 媒體媒介 Midia 中間 那這個是強調什麼 它的方法 方式 我們不要用暴力的方式 我們用什麼 核定的手段 正義是Gasification OK 講和平定 好 很簡單 好 所以下面第七八 一起練一下Pel Pel 叫驅動 剛才講過螺旋講哪個字啊 Pel P-L-L-E-R 其實是不用費的 就是說你會分析的話 用分析的小號了 那這個Pel 叫驅動 好 我們看單字 第一個Compel 大家都叫你怎麼做 對不對 什麼30拉幾到40 網路上有個影片就是那個 一個男生快要40歲了 然後回家過年 然後爸媽就很緊張啊 都快40歲了 還不怎樣 還沒女朋友還不結婚 然後結果 那這個好像是賣酒的吧 酒商的廣告 這樣做得滿有意思的 然後就是他在看鏡頭 然後在下一幕那個整個完整版很長 你有興趣去看看 結果後來在下一幕就是 他在Skype上面 跟他的另外一個朋友打招呼 很明顯他們是情侶 但是在美國的那個朋友也是男的 所以有聽到嗎 他其實是有另外一半的 他不能跟爸媽講 對 就類似這種概念 就是另外一種狀況 他在名字Compel Compel 他就被爸媽強迫怎樣 趕快找個女朋友啊 趕快講講講講 來 下面一個 Dispel Expel Propellant OK 叫推動 驅使 來一句 A volcano A volcano erupted and propelled Rocks high into the sky OK 把石頭抗向天空 如果各位去夏威夷 聽說 不管你9月10月去夏威夷 結果我老婆不敢坐那個郵輪 所以你如果坐郵輪 有興趣嗎 世界第三大 挪威號 上面有那個24小時的餐廳 上次輪天長他們也有去 我主任他們也有去 他們坐的是世界第一大還第二大 對 夏威夷的行程就是14天 然後呢就在郵輪上面 然後他每天都會靠港 如果你有恐慌症的話 因為我老婆說 在海上感覺很危險 我說人家會靠港 你要下船就下船 其實那個船非常非常大 這個應該不會太明顯還有晃動什麼的 就是很大型的遊樂 不是那種小船 不過他說不想去我也沒辦法 來 請請 請等一下 B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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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雅虎提醒我們 Bending有幾個 我們就把它逆一念 來 第一個經營像 Bending 懸而未決 Dispense 付出跟分有關 再來 Expand Expand 也一樣是付出 然後好像雅虎你說還有這個重量嘛 對不對 對 重量我看一下 對 這只是標題錯嘛 標題錯 看一下 三付出 對 懸掛然後付出 然後第三個改成重量 第二個改成重量 第二個改成重量 對對對 第二個改成重量 感謝你 重量 好 想問到我考你 懸掛跟重量跟付出有啥關係 想像力到哪 單字就到哪 其他同學可以想想看嗎 如果你希望你背單字越背越快越背越輕鬆越背越簡單 思考的這個過程是免得了不 對 我媽常講一句話說你自己學在身上的東西 別人是無法奪走的 因為這是你學會的嘛 你自己再生 這個也是 好 請問 好 想問一下 下班都沒關係 懸掛重量付出 有沒有去中藥行買過東西 有嗎? 抓中藥 抓中藥 你說老闆我要擠錢 擠兩擠什麼什麼什麼 中藥財 老闆就怎樣 抓一抓抓一抓 抓在那個襯上 好 全掛囉 然後呢 重量啊 然後呢 負錢啊 不是嗎? 所以就結束啦 也就是說你把一個東西放到一個襯上面 然後看看它有多重 然後相對於它的價值、價錢 然後最後就負錢了 就這樣了 好 OK嗎? 可以嗎? 只能簡單 這我現場下班的 所以當給你三個字 懸掛重量付出 一個想一個情境把它擠合進去 就結束了 OK 我在英國買過茶葉 因為英國本身好像是不太想茶 但是是拿別人的茶 什麼阿薩姆啊 之前進口中國的啦 還有各地方的 那英國那個茶葉行非常有趣 我講的是超市那種茶包 我講的是像中藥行的茶葉行 就他們有一個櫃檯 真的很像 我猜他們是模仿中國人的那個藥法 就中藥藥法 就一個木頭櫃檯 然後後面就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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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這種藥法 他是賣茶葉的 一個一個一個 不用茶葉 進來他就會給你品茶 然後他就問 其實你上次去英國有時間去參觀這種地方嗎? 沒有 上次可以去深度一點 然後就可以去走一走這種地方 然後品完茶之後 他就會說你要不要來自己調配自己的茶 譬如說我喜歡阿薩姆的比例多少 我喜歡什麼大集體的什麼比例多少 我喜歡什麼地方的什麼茶比例多少 你要用綠茶還是紅茶 配配配配 因為事實上只有你這一個人 獨立獨二創造出這個比例的茶 他們可以手工幫你壓那個茶包 如果這些配碗可以壓出50分、100分 手工幫你壓 然後這個就命名為Chinese Tea 獨一無二 全世界限量100包 沒有了 哇 價值很高耶 而且是手工壓制的 那個是很有趣 但不貴啊 不貴啊 那個茶包我算一算 一包大概10塊吧 其實不貴啊 等下100塊就是1000塊 那你拿來送7款AXA Garish Tea 加電話都不大 因為這個比例只有你調出來的 那也可以拿那個聯想 來聯想這個懸掛跟重量還有輔出 好 所以下面我們先來一一看 我先這個看第一個 來執行一下Penny P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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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出現紅字我們來確認一下 有時候它是比較冷門的字 冷門的字 一般的字典可能不見得會查得到 可能就要用專業術語的這個字典 來 這裡有 Pang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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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式的話 吊槽的鳥 有一種鳥 叫Pangeline Bird 下垂下吊 那為什麼變下垂 因為你把東西掉在那個蹭上面 不就垂在那嗎?就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右腦的聯想很重要 這要拉 尖角的經驗像Pang的 Pang 好 重量 Dispans 所以分配之前是不是要蹭一下 如果你很難聯想趕快去陪媽媽逛一次市場 傳統市場 你買豬肉 買雞肉 買什麼東西 那各位老闆都會蹭一下 蹭一下 好 聽說那個蹭不要放在保育龍上面 你有聽過嗎? 就是蹭下面放的東西會影響它蹭的精準度 所以說它兩斤 它如果放在保育龍上面 不到兩斤它就會跳兩斤 OK嗎? 有聽懂嗎? 沒看喔 好 瞭解 下面如果我發現東西會影響它的轉圖 這個就會偷經檢量 例如 等Government Dispense Emergency Fill to the Floor of Victims 受難者 下面 Dispensatory Dispensation Dispensary Dispensable Dispensable 可分開的 那就表示不是那麼必要啦 可以必要 來 七九Pender付出 很簡單 請問昂貴哪個字? Expensive Expensive 你說老師它是Pender Pender可以變Pens 所以Expensive 昂貴就是花超過你的額度 我遇上一百塊 結果我買了兩百塊 Expensive 昂貴 例如 They expanded Runch on all of money in maintaining the beach 下面Expense 所以 Living Cost Living Expenses 代表生活費 Expensive Expandable Expenditure 所以這個收入叫Income 支出叫Expenditure 或者Expenses OK 那支出不能叫Outcome All comes is 結果 所以這個是不成組、不成對的 最後80P的就跟競爭有關 你去請一下 Compete 立即 We can compete Compete with the best teams 最後 Competent Competent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最後一分鐘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找更多就大孩子來 哇哦 你看 來請一下Competition 名詞Competitiveness 競爭力 沒有不景氣 只有怎樣 不爭氣 所以要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這裡還有一個競爭優勢 你請一下Competitive Edge 這個禮拜有學生問我 老師 你是如何這樣從教幼兒 因為我剛開始教兒童梅語 幼兒梅語 如果從十幾二十年前 教兒童梅語 幼兒梅語 但這個叫做Compete 國中高中大學 誇張一點講 就是兩歲到九十九歲都教過 誇張一點講 所以很多也是退休來 學藝館的學生也有 我說很簡單 你把你會的完全交給你身邊的人 你就會進步了 好 舉個簡單例子 我大概快要九年多 十年前 今年七月一號就是我來經營十年 滿十年了 我在剛來經營的一、兩年 我就 因為那時候剛從英國說是回來幾年 然後就要開導公司 要交成人 然後就開始教雅思 教雅思就把我會的全部交給學生 結果兩、三年後 我一堆學生從國外學成怎樣 歸國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如果他有持續跟我聯絡 我都會請學生示範 了解一下國外的狀況 他也可以了解台灣的狀況 結果我就發現 我有開始有緊張感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碩士 然後我還是碩士 我就覺得糟糕 我要怎樣進步一下 所以那時候才跑去念博士班 找博士班的資料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還好我那時候有決定我要再進修 要不然我如果還停在本來那邊 那現在的競爭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你跳出你的輸出去嘛 把你身邊的人變得跟你一樣厲害 那你就會強迫自己再進步了 好 最後再一個字 叫做糖尿病 有學過嗎 來啊 鼻肌 鼻肌 鼻肌肌 在這兒 來 這個字不算玩笑 不行人家 Diopedics 大家都認為糖尿病是個很難的字 其實它很簡單 因為糖尿病呢 有一個糖尿病的話有一個特徵叫三多 吃多喝多尿多 所以吃多喝多尿多什麼問題 用腳走來走去 所以用腳走來走去拿東西去 用腳走來走去拿東西喝 用腳走來走去上廁所 所以原來糖尿病叫做一直用腳走來走去 Dioped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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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